欢迎收看世界观 教宗方济角结束为期12日的亚太四国木龄访问 外界关注他在改善中凡关系方面 会不会向中方伸出橄榄枝 有舆论就认为 凡帝刚没有放弃和台湾的关系 可能会影响和北京发展关系 87岁教宗方济角 以新加坡作为亚太四国之旅的最后一站 他星期四在国家体育馆主持美撒 大约有5万个教徒出席 今次是相隔38年 再有教宗访问新加坡 新加坡人口大约600万 超过七成是华人 方济角呼吁天主教徒要接纳和尊重所有人 方济角的木龄之旅被受国际关注 一方面是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 他这次访问四国包括印尼、巴布亚、 新基内亚和东帝文 飞行航程超过三万公里 而另一焦点是中返关系 方济角5月曾经接受收道团体访问 提到中国主教和天主教徒很忠诚 你曾经表现了你的想法 在中国的旅行 在中国的旅行 我愿意 是 如果你的想法成为真实 在中国的旅行 你喜欢在中国的旅行 1935年完成国建工程 到了1942年 时任教宗被户十二世 将当地列为中座月级承殿 教宗是全球十四亿天主教徒的领袖 梵蒂岗和超过180个国家地区 和组织建立外交关系 亦是台湾在欧洲唯一邦交国 和中国大陆没有外交关系 1970年12月4日 有贵宾闪电访问香港三个钟 他在启德落基后 随即转到跑马地 现场万人空航 猜猜他是谁 他是时任教宗保禄六世 当时呼吁上主祝福信众 为促进公义和平和繁荣作出努力 教宗又说基督对中国来说 是导师、牧羊人和充满爱的救赎者 在阿根廷出世的方祭国 自2013年当选教宗后 自力改善繁中关系 促成双方在2018年 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 内容提到教宗 对中国任命的主教有最终决定权 中国政府便允许所有主教 承认教宗和梵蒂岗权威 协议经过两次续签 将会在下个月到期 俄罗斯传媒引述专家说 梵蒂岗最近承认天津一个95岁主教 相信双方协议有效期 会再延长多两年 又说中樊关系会缓慢发展 梵蒂岗一旦放弃和台湾的关系 相信便会推行新政策 内地环球时报 在今个月初引述专家说 相信方济国这次牧龄访问 是深入了解东方文化 加强东西方交流的难得机会 不过目前访华条件还未成熟 我们下星期继续 世界观观世界